還沒進校門 西院高中就傳來正正的鞭炮聲 校方以英雄式的陣容 迎接羽球隊凱旋歸來 因為他們剛打敗土耳其 以及中國等強敵 榮獲2012世界中學生羽球錦標賽的冠軍 很榮幸可以代表台灣參加這個比賽 也沒有想到說會得到這個錦牌 就很意外也很開心 在羽毛球的話 我們也得過這個亞洲杯的金牌 然後世界杯的銀牌跟銅牌 那今年代表國家參加 全世界的中學生的羽毛球錦標賽 更難得得到世界的冠軍 那全校師生都非常的高興 西院高中羽球隊日前前往葡萄牙 參加2012世界中學生羽球錦標賽 以穩扎穩大的技術和策略 突破重圍獲得世界冠軍 讓全校師生羽有榮焉 而副市長蔡秉坤也親自道校 獻上祝賀 他們這樣子我們也會感到蠻驕傲的 對啊 因為回來畢竟後面都還是西院高中 在他們過程裡面我們也會參與到一些 就是有沾到光啊 所以回來說也感覺真的很驕傲 目前我們台中市 大概在全台灣的話 都是大概前三名左右 以各城市來比較的話 那當然我們目前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希望說 再締造一個台中的一個運動的大象 就是我們的羽球 西院高中羽球隊連續兩年傳出捷報 事實證明學生實力與校方栽培友方 而為了讓台灣羽球能繼續在世界發光發熱 副市長也當場允諾一定會繼續推廣羽球運動 帶動台中市的羽球風氣 女軍台中採訪報導